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契丹人想将辅州城的居民尽数前往契丹 遭到蛇从软的拒绝 双方兵戈相向 蛇氏家族作为党项族的一支领袖 也因此与契丹人彻底对立 在这样严峻的生存环境下 蛇氏一门自然以武士为重 至后周初期 蛇从软和他的儿子蛇德乙 竟然同时担任节度使 一时荣耀无二 而在杨家将中 我们所熟知的蛇太君 便是生长在这样的家族中 蛇太君的原型乃是蛇德乙的女儿蛇氏 在杨叶出世流程前便已嫁到了杨家 在清代的很多卑文县之中 记载了蛇氏金鱼骑射 常常跟随杨叶出战的故事 这些记载虽然有后世杜钻的成分 但民间传说终归有一些源头 在联系其福州蛇氏的彪汉家风 历史上的蛇太君想来也颇可能是位 禁国不让须眉的女英雄 但就是这么一对战力爆表的将门couple 却在公元952年 遭逢了非常尴尬的处境 在刘崇建立北汉与郭威的后洲对立之后 原属于北汉河东领地的福州蛇氏 却选择效忠了后洲的郭威 刘崇一怒之下派遣三千士族攻打福州 没想到不但被蛇德乙击破 蛇德乙还反向逆推 直接渡过黄河 占领了北汉的可兰君 秦爹和岳父能打 本都该是件让人自豪的事 但问题是当秦爹爆打的是自己的干爷爷 那气氛就比较尴尬了 历史上没有提这件事 给羊野和蛇氏带来了多少困扰 但从后来北汉中有羊野的程度来说 刘崇并没有因此针对羊野夫妻 这干爷爷做的还是很够意思的 都曾是乱世打工人 理解万岁 作为有送一代屈指可数的将门 蛇家将可谓数代英才 越贴越底 蛇德乙后来又速度响应中原王朝号召 屡次出兵抗击外敌 从后州一直效忠到了北宋 蛇德乙的儿子中 蛇玉勋和蛇玉清都做到了节度史 尤其是蛇玉清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肖将 公元995年 也既是宋太宗的指导元年正月 契丹大将韩德威 联合其他党项部落甩万语大军 攻打釜州 被蛇玉清大败于紫和叉 镇展五千余几 韩德威仅已申免 这韩德威是韩德阳的弟弟 他的木之名说他姓刚介 善驰舍 并且战功标柄 但这一战直接让他输出了心结 没过一年 刚从间谍那里打听到蛇玉清得病的消息 就又带兵来找场子学耻了 要说这蛇玉清 不愧是蛇太君的兄弟 杨业的小舅子 当时已经病得非常严重 但为了手欲边疆 坚持抢上战场 他的母亲心疼儿子 劝他回来 蛇玉清却这么回复母亲 那韩德威仅仅是蛇玉清亲致 直接下得顿兵不敢进 可惜只过了一日 蛇玉清便因为病重和劳累 不幸英年早逝 才三十五岁的年纪 每当读史书到这样的桥段 我都不禁感叹 我们国家为什么每到危难的时刻 都有人愿意挺身而出 以区区血肉之身救国救难 就是因为有这些优秀的仙人 留下的精神啊 蛇玉清去世后 真宗对待蛇家也是非常勤后 玉清之子蛇维昌感念黄恩 大众降服七年时 蛇维昌即使身患疾病 也坚持冒封杀 祈愿灵州 临终前 依然和宾客谈笑艳艳 气度使人蛇服 可惜享年也才三十七岁 其后蛇家 时代治理釜州 镇守变观 每代都能养出 足以为史书记载工业的名将 蛇纪名 蛇克行 蛇可士 都可谓战功标柄 尤其到了蛇可士这代 正是神宗和哲宗两代皇帝 专注攻略西夏的时候 自洪德堡战役之后 宋军战略优势明显 西夏梁太后为了反击宋朝 轻举国之力 号称五十万拆迁大队 怒刚宋军边防重镇平下沉 结果被婉月派大慈人张杰 打得丢亏气甲 张杰一个文官虽然善于用兵 但亲上前线砍人 肯定是不会了 那他手下最义重的武将 一是郭成 另一便是蛇可士 早在宏德堡战役中 蛇可士便清帅八千士族 与梁太后主力周旋数日 与伏兵突袭 起回梁太后本部 致使梁太后不惜丢弃大量资重 顿逃山林 如今再退下军 张杰又从谍报中得知 西夏主帅维明阿满 和魅勒都布二人 正在天都山与序幕为名 暗途平下沉 顽约派此人 马上又派遣蛇可士 和郭成清帅两千骑兵 与回奔袭田都山 趁敌方不备 直入阿满和魅勒的大本 这一战 不但当场申请了这两位 俗称汉勇搅慨的西夏军总大将 更把他们的全家 连带祖鼠三千余人 牛羊十余万头 全部俘获了 这一战 西夏输得太惨 连一项爱好作 宋侠间搅屎棍的辽国 也只能认账 通过独死梁太后这种方式 来换得宋哲宗的罢兵 哲宗德文大捷 也是欣喜过望 舍可氏 郭承等人加官进决 舍氏一门的荣耀 由此达到巅峰 只是此时距离靖康之耻 也只剩下三十年了 让我们不当努力的视角 当时的他 仍然只是个处处茅庐的年轻人 不管是杨氏还是舍氏的选择 他都无法左右 然而历史的车轮 并不会因为任何个体的纠结 而停滞等候 仅仅在刘崇 并拜福州两年后 继公园954年 后州太祖郭威去世 在他身后 这些两个族裔开辟时代的英杰 正在中原冉冉升起 接过国威 一统天下的溯月 他们是谁呢 相信各位看官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们俩的名字 一个叫柴蓉 一个叫赵邝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